近日五一线公安局推出全省首个金融机构身份证延伸办窗口 这样一来群众在银行网点就能够办理身份证业务了 听说家门口的银行就能办理身份证业务 5月18号一大早 五一线旅坦镇村民倪秀丽就来到了银行网点 拍照 信息录入 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业务办理 倪秀丽资助办理的这张身份证有点特殊 是全省第一张在金融系统里办理的身份证 身份证已经到期了 在以前是要到去城里办的 我们开车去也要20来分钟 现在是家门口 真的方便 据了解 为解决群众就近办理身份证业务的需求 五一线公安局 五一线证管办 联合五一农商银行 推出身份证业务延伸办服务 首个试点选在五一线旅坦镇 群众在自助身份证办理机器上 就可以自助完成身份证件照片摄取 指纹录入 个人信息输入等流程 并一键将制证信息提交公安系统审批 整个过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 身份证业务延伸办主要是 针对我们浙江省本省汇职的居民 然后身份证到期了或者是损坏了 都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这些服务网点来进行办理 在此次试点的基础上 接下来五一计划将在全线范围内铺开 在镇村便民服务中心 银行营业网点等场所 设置多个身份证自助办窗口 真正实现群众家门口即可办理身份证业务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